现在收看的是三立财经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午安 欢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大家好我是王志玉 我是居鼎泰 是鼎泰哥我们来看到了 今天的一个大盘走势 到目前为止 那么是涨了65点 不过呢我们其实看到了 这个前两天 大家其实心里头 已经开始有点慌 但今天这一根开始往上攻坚 其实大家好像可以放心了吗 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看我们来回到日K线一下 加权指数日K线 我们看到加权指数日K线 有一天刚好跌了四十几点 那一天接近白档的股票跌停 大家还记得吧 就那一天吓了一跳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 多头的观念的话 我相信在那一天 很多人会认为空头来了 很多人砍股票 对砍股票也有很多人开始放空 对而且讲空的言论就很多了 可是我还是要跟你讲 那你这个地方是多头 因为股票上是有架构的 我那天也跟大家讲 国际股市创新高 你跟我说台北股市这么空头 实在打死我也不信嘛 这个不合逻辑 把简单的逻辑放来操作 投资朋友你做股票 你才会真的赚到钱 而且你才不会 这个忽多又忽空 我记得我那天标题是跟你讲说 绝对不要忽多忽空 投资朋友你为什么这句话很简单 可是你把它细细思考一下 什么叫忽多忽空 你忽多忽空 会忽多忽空通常是 长线空头下的反弹 所以你要你应该去做空哦 结果你去抢多 所以他只有反弹 所以你的速度要很快 可能你赚两毛钱就要赶快跑啦 任赔个三毛钱就要赶快砍出来 因为你一定要做多嘛 你一定要做多你才好这样子啊 因为你要做空才对啊 那投资人到现在 还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个惯性 所以这个股票市场根本涨不完 不要说是你 美国的投资人也是一样 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惯性 这个已经变成多头惯性 他还在老是在空头惯性当中 为什么呢 美国股市啊 两年前啊 写下了一万四千多点的高点的时候 所有全世界的美国的投资人啊 只有一个想法 哦 这是空头 这是金融风暴 雷曼兄弟的问题还没解决 然后再遇到欧债问题 欧债那些国家欠年那么多 全世界要垮了 他没有办法摆脱那个 这个金融风暴那个阴影 包括欧债 所以 涨上海都认为是反弹 所以一万四千点的美国道琼一过之后 美国有分析是有一半的五成人在看空 你自己想想看最近都要靠一万七千 一万七千点多少人翻空 这个这个多少人还在持续放空啊 嗯 一定啦 一万四千就有人放空了嘛 五成六成到现在 一大堆人在放空 所以美国股市也跌不下去 他原因就这样子 因为你认为的基本面都是不好的 你看德国股市都写下一万点的新高了 德国的经济数据还是很差 可是你用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昨天的这个耐久财也好 昨天的美国下修这个GDP这个 这个经济成长率下修啊 本来是 认为只有1% 变成负的2.9 一下子下修那么多 大家都认为这市场上不好 但是 另外一种解读声音就来了 就是说 你QE不容易快速退偿啊 或者说你不会马上再升息啦 利多又来了 所以 你把观念弄清楚 我们把它简单化 时间波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吗 这里最大风险的时间波 假如美国股市涨这个大段 他要中期回档 目前推论的时间波要到10月份 到10月中旬 还有好几个月 而且那一段时间也不见得会跌喔 不见得会跌喔 对你要看那个内容的变化到底怎么样 那个是他最大的风险 好比你现在在开车 那个警管跟你讲说 这个一公里之外有车祸 所以你看到车子都变慢了 是不是 那你就在想说 他会跟你讲说你要不要从别的交流道下去 转折了 对不对 可是啊你觉得说不一定啊 可是你刚开始觉得有点塞车 慢慢的车子好像不太塞了 原来呢 那个警管又传来跟你讲说 那个路障排除了 你知道那个地方可能会有风险 到时候那个路障排除的时候 你就继续前行 通了没 把他关的弄清楚 对对对 不用太担心 对不用太担心 那要了解这个架构的话呢 就好像我跟大家讲的 我们要先了解全世界的架构 那我们再来看看 最近啊 最近我们在看 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讲说 我们先看一场国光生计 来4162 不是4162 4142国光生计 你看他今天也差点涨停喔 对 他昨天是涨停板喔 你看他今天开高走低的上影线 他的涨停板 他涨的这段时间 对什么股票 大家留意一下 像那个3176的基 你看他今天 开高最后是翻黑的 是 指数比竟然是 指数还收最高喔 指数还收最高喔 他是翻黑的喔 你看这个东西要来喔 当我们再讲一遍喔 当这个生计股开始拉 因为这个上跪的就是 这一两年来 全世界都在中小型电子股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 创业板 注意我再强调一次喔 中国股市的创业板 即将要走入长线大多头 我们看到日KT 现在涨大概应该 接近两%了吧 你看这个 他1397 他从低档1210 弹上来 就是在一个月前 弹上来到1397 这个位置是出身段 再拉回 这两天 即将要创新高 创新高的点会落在七月份 他创新高之后呢 就进入主身段 你不要忘了喔 他去年这个指数 是写下历史高点的喔 可是你对于 中国股市却是长线空投的 这样通不? 所以他资金是转到这一块 就标准的中小型电子股 然后这是我们贵买的 贵买的股票 我们贵买分三个 一个什么 一个生计 一个IC设计 一个什么 一个太阳能 当这三个一期都涨的时候 这个上跪指数一定是大涨 当有一个跌的话 就小涨 当两个跌了 就变成形成空方了 注意这一块喔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 IC设计跟生计股是什么? 是敲敲板 所以你看到生计股 当他突然间涨到 那个国光森 我说过 弃到国光森 就以生计股的尾尾 最后阶段的 强弩之末了 所以你看到 这一两天的IC设计 开始喷出来的 而物联网这一块 又跟IC设计有大的联动 所以如果物联网 是未来三五年的大行情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讲 IC设计你赚不完了 这样通了没? 把这个架构 再把它弄清楚 那指数的部分 要麻烦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治愈 好非常谢谢鼎泰哥 这个讲得很清楚 希望大家放在心上 我们来看到 今天大盘的一个表现呢 最后是上涨了78点 最后收在9320点 今天量能的部分 969亿元 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台股新攻略 专注让华信投股 投资观点加倍清晰 我们拥有掌握重要投资的强力经验 包括股票 期货 选择权 都能够以绝佳的专注力 建立投资优势 圆梦转线 0223923923988 23923988 台北市 去说买 博士福禄 小鱼锦美炸袍 四字头发架 快来买哦 华库新天地 29301888 华库介绍 新年羊 这都是我的朋友 现在这在没去了 虽然三回来后就来世 到十几回的时候 遇到这种病 每一年初二就回两家嘛 施工跟他每一做出汗 弄一家小笨蛋 给你招 到时候就是说 新也在这 新也在这 文化部邀请您 说出自己的人生 迎接选举行情富贵99企划 人员投顾林总顾问 加者19 会期赞助到年底 复制华雅科 华星科 拨段价差 都要掌握 速拨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Aldi Q3 刷新里的动感体验 Q3 1.4TFSI全新上市 DF低头款 限量优惠 进华科技定义未来 摩卡的浓香 冰淇淋的浓郁 卸构出麦当劳冰旋风 华丽口感 摩卡华丽口味 新登场 套餐加点 冰旋风 只要39 欢迎回到台股新攻略的现场 我们马上要请到鼎泰哥 你看上一段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整个大盘的一个架构了 那么接下来呢 美国股市啊 对对对 美国股市几月几号要转折 你一定要来听 因为我们跟国际股市是有联动 你晚上十点钟都还听得到 三一财产跟我连线 你看看 大家都留意哦 那他一定会有 美国国市也不可能每天去 在某个时间点 他就算长线多头 他也一个中期回档 那就要看那个中期回档的幅度有多少 那幅度如果是很大的话 就整个内容就转变了 如果其实小意思回档一下 那你就慢慢体会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点当然落在十月份 到时候我们会根据各种指标来 那正确的时间点就容许我跟 我到这个会场来 跟我们投资朋友聊一下吧 礼拜六早上的台中跟新竹的竹北 竹北哦 这一次啊 竹北哦 礼拜天的是在中立跟基隆 我们这一次都在中北部 在中北部哦 所以南部有投资朋友 因为我们前两个礼拜已经去过了哦 我对这个跟大家讲 演讲会我都会 都会进我的心 把你应该知道的 你想要知道的个股 甚至我会把我的操盘工具 这个软体带到会场去给你 来比对一下你的股票 我认为都是OK的哦 那你要把握的就是我们这个 因为这个往往人数就越来越多 那你最后再去报名登记 之后就没有座位了 你没有座位的话我就很难 很难跟你怎么讲 因为别人有登记 他就有座位 你没有座位的话那 这个有时候就 叫你走也不好意思啦 真的我觉得你赶快登记 座位比较好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 我们来讲说 其实啊 就在两天前 你那个地方看得很悲观的时候 有没有 很多老师 很多分析都看空了 对 就姑且不论那个 从八千多点一路看空上来的 就不用讲了 就算来到一万点还是空啦 那个是要死空啦 那前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开始加入空的话 那么你一听到一些什么 啊啊啊啊什么 跌听板啊什么 就那没有意义啦 实际上 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晚上的时间 你看 早上十点钟 十点钟是 这个三立财经产新闻 连线到我 那我跟你讲美国股市 实际上你也知道 国际股市都在动的 那你不然你这个时间看 也是听我这样讲 美国股市 纳什达克 你不要看那你涨0.6 这写下了14年 还新高了 又是14年新高了 它没有历史 它历史高点在五千多点 当时候是因为网路泡沫 跌下来的位置了 好 这些都在多头 那么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你要记住一下 美国股市来到七月份 它的速度就变慢了 甚至没什么行情了 它的量也会缩了 足以我讲的 那真的能够接棒演出的 我目前看好是 中国股市这一块 而中国股市 我更看好它的创业版这一块 而创业版 你注意听哦 而中国股市的创业版 所联动出来的第一名 叫做物联网 你慢慢的闻到那个 七月份即将到来 那个物联网 又要启动的味道了 所以你看网加 有没有连续 两天涨停 这样通了没 这样通了没 从物联网所引爆的 中国大陆最缺乏的一块 叫做IC设计 IC设计我们还是 凌驾在中国大陆 非常厉害的 你看联网客 你就知道了啦 就说这一块 还是台湾最重要的一块 那这一块 联动上来的话呢 你就不要小看 因为物联网本身 很多内容 包括什么 什么通讯晶片啊 或者什么这个 感测晶片等等 都是IC设计的 老主编 你知道意思吗 但是IC设计被涨上来 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要看什么 国际股市的生计股 跟台北股市的生计股 那么刚好这几天 这个也开始在做横向整理了 连苹果都整理了 苹果一整理的话 Google就上来了 我们先看这些内容哦 那到时候如果 来到我们跟大家讲的 转折点的时候 就要观察这两个 重要的指数 叫做奢侈品 叫做这两个指数 还有什么 还有恐慌指数 还有美国的公債殖利率 这些把它凑在一起 空头 美国是不是要中期回党 就一目了然 你先把时间算出来 再看它的内容变化 这样懂不懂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再来看看 那么美国股市 到底涨了什么 美国股市 我说过 生计股跟 跟这个 苹果现在开始在横向整理的 所以串起来 反而是这个什么 像Google 这么大的股票 昨天涨2.4% 你要注意 这是大股票 大股票平常涨0.51% 都很了不起 一涨是2.4%了 注意这一个 还有呢 这个联动下来的触控 联动下来的 像这个XBUS这块 基本上它也是游戏的一种 游戏的一种 好 ADI雅德诺 雅德诺 ADI这个也在涨了 美光昨天稍微拉回一下 新地又来到历史的高点 所以群年今天 有没有动 群年今天有没有动 有啦 我没有乱讲了 再来看看 国际股市带大涨什么 所以这段时间 最委屈的是 台湾的极党股 要逼我说TESLA在涨 有没有 台湾的电动车小涨 郭董有没有今天跟你讲 郭董今天就差不多跟你讲 他靠靠了什么 电动车 他要跟TESLA合作 要做什么 做些 亲台币价值50万的电动车 当然 你电动车要卖这么便宜的话 不是卖的便宜贵的问题 是你要很多充电站 所以要留意这一块 我已经跟大家讲 华尔街现在最 来到七月份的美国股市 我再讲一遍 他变慢了 现在变成里面很特殊 个股的表现 目前华尔街最著名的 每天在放空的股票 他的名字叫TESLA 而且这个叫 叫做尾盘軋空 如果你有看盘中的话 美国的盘中啦 那个TESLA都先开高 再翻黑 最后再收最高 这是标准的叫做尾盘軋空的架构 华尔街现在最热门的架空的 叫做TESLA 有没有 另外叫做三炮 而银银约 这两个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注意喔 这两个在动喔 那么TESLA也在动 所以这一块啊 会变成啊 取代生计族群的次产业 我听到好不好 即将要取代我们 国内生计股的次产业 好 其他的都变化不大 其他的变化不大 然后这个就是 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架构 但最近的中国股市啊 开始慢慢走强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七月份就看这个创业版 创业版很多股票喔 昨天创业版稍微震荡一下 那么 这是中国股市创业版的一些股票 很多啦 很多啦 还有底下很多啦 很多啦 这个TESLA 这个4G的啦 这个物联网的啦 甚至什么 什么这个蓝宝石基板的 这很多啦 我们特别跟投资朋友列这一些 列这一些 让你慢慢能够了解这个市场上 当你了解这个市场上 投资朋友你在操作上就很愉快了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架构 会让你 把握当下 七月会出现好几个 非常彪悍的概念股 基本上就是做在 物联网 还有什么 IC设计 还有什么 车用电子这一块 太阳能 我认为欲小不易了 再叠也是空间有限的喔 好 我们关于这个 这个指数的收盘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期货收盘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台指期 那么是上涨了77点 逆价差是87点 最后收在9233 另外呢 我们要带你看到 是在这个电子期的部分 那么最后呢 是涨了3点 收在364点 逆价差4点 再来看到金融期的部分 最后上涨了4点 收盘收在1031点 逆价差2点 再来最后一个 带您来看到是摩台期的部分 上涨3点 收在333点 逆价差是0.4点 好那继续要请教一下 这个鼎泰科了 那么接下来 到底喔 这个盘氏个股的部分 怎么看 我想喔 这是一个观念喔 我们先把这个位置 调一下给大家看喔 我们要看的是8044的网加 把网加漏出来给大家看喔 是 连续两天涨停了 对 连续两天涨停了 注意一下这个指数 这一档股票喔 来马上调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电脑刚才 有一点跑掉了 来 看一下这个位置 好 我们先讲这个网加喔 那么事实上 图形在哪里 把它找出来 网加这个 我们的鼎泰哥 已经讲了好几天喔 每天就是 讲一段时间了啦 对 是在这个一百 一百 一百九十几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的 是 对 一路的往上了 对 今天收盘收在315块半 我希望我们投资朋友 能够有一个 一个比较 比较简单的观念 比较简单的观念 说 这是一个长线多头的 所以你如果现在还抱着说 你赚完两毛钱就赶快 爬 跌三毛钱就赶快 停损 当然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啊 你这样架构 你做不好 那一天大跌那一天 用力砍掉 你想想看 那个砍掉的过程当中 你什么时候才有 那个勇气 把它接回来 如果你砍掉 是因为你赔钱出场的 你告诉我 你有多久的勇气 才愿意说 我再把它买回来 对不对 因为你的心里 一直有一句话告诉你 现在不管去电视台 访问所有的投资人 都只讲一句话 不能再做了啦 他去很多了 九千多点了 每个人都这么讲 五月每个人都这么讲 股东会开完 你访问那个 去参加那个郭台铭股东会 那些股东说 这个郭台铭 郭董看好 你对股市什么 哎呦 去那么多了 长那么多了 不要再想了 对不对 都是这种观念 刷子永远就是这样子 就是把那个长线 因为现在很可怕 因为金融风暴 才几年前的事情而已 那个砍了再砍 认为告诉自己说 如果没有把它砍掉的话呢 我将来就会大赔 会请家荡产 会融资断头好几次 那个阴影 那个恶魔的阴影 在脑筋里面一直绕 反而喔 我们最近去演讲的时候 这个姿余你知道吗 去演讲很多投资朋友 勇往直前的投资朋友 是这一两年啊 才在股市里面操作 他一点不怕 因为怎么买啊 他两天一回来了 你懂我意思吗 买了买高一点 一套了两三天一回大赚了 对 就是那种人 可是你从2008年之前套到现在了 你就是永远很害怕 因为那个梦夜 一朝被蛇咬 对那个梦夜摆不开来 所以告诉自己 好不容易解套 你看最近那个基金啊 那个投信基金 在报赎回潮你知道吗 因为他 总统套房住了六年了 赶快赎回 你看看多有趣的 可是你在看美国股市 天天在涨 创历史新高 对 这个矛盾不只是你有 我刚才说过 从一万四千的 道琼工业指数的话 就开始 美国的投资人就这样 那算法就是这样 嗯 他提到一万七千点 多少人在看空 他就是跌不下来 你看经济数据很坏 他急拉 对不对 观念都在这边 好 因为大家在看得很保守 这个股市 就不容易跌下来 对 好 这个网加 你看这个是多少 一百九十四块 对 我当时候跟你讲什么 物联网未来是大标码的 那一百九十四块 到今天之遇 你刚才跟大家讲 这个多少钱了 今天收在三百一十五块半 你看看 你这个过程当中啊 这个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的过程 投授朋友 你看一下 这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 他天天涨吗 没有 他没有天天涨 你买在这里 几天之后解套 你买在这里 三五个天之后解套 又再涨 你买在这里 几天之后又两只涨停满送你 可是啊 你买在这里 这里把它砍掉 你享受不到这里 你买在这里 这里把它砍掉 你享受不到这里 观念就在这边 你通了 这个行情才是你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包括我们最近这一次 6月5号 我们都还在做加码的动作 有没有看到 6月5号 有没有6月5号 6月5号 照到这里一下 6月5号 有没有看到 6月5号 还加文字的叙述 6月5号 有没有看到 文字的叙述 有没有 网加 还有呢 跟你指标的叙述 指标跟你叙述什么样 有没有 多头做多 这就是操作 同学朋友 这一关你一定要过 同学朋友 虽然短股只有网加这一档 对不对 但这一关你一定要过 对不对 你没有过的话呢 你永远就摆脱不了 那个架构 你信不信我 你就算买在这里 当然这里是我卖掉的 你就算买到这里的话 你未来几天当中 你一定解套 会开始大赚 如果IC设计 是大行情的话 请问这个会不会上来 同学朋友 这样你懂意思吗 那IC设计跟什么是 你一直敲敲膀 你慢慢去体会 去体会 去体会我所讲的 这个市场上 把这个东西观察 这么细微的 已经很少了 深刻 我在这边跟你讲的时候 它是不动的 甚至还拉回 你后来看到这一大段 我最近在这边跟你讲说 赶快再怎么样 再接回来吧 你再试着看看吧 你再试着看看吧 股票市场上 它的观念是很简单的 全世界都在大涨 这个电动车 我不相信它买去 有买有卖 该准备跟它接回来吧 这些都是好东西 这两天 全世界都在飙涨 这个 美国的三炮 已经大涨了 创下2008年新高了 中国的太阳冷 涨四成了 那个被磕双反的 那个税率 二三十%的税率 涨四成了 你看中国那个阳光电源 普遍都涨了四成的太阳冷 台湾还是会被砍单 而且都没有经过消息证实 就说可能啦 好像啦 似乎啦 对 疑似 这个半个月前说 太阳冷的机会大好 对不对 接丹满载到年底 现在说这样被砍单 下个月说又要转亏了 我不知道这些消息 哪里来了 很奇怪的一个说法 你自己慢慢去体会一下 来群联 你有耐心就是这样 我记得我永远不会知道 最早跟你讲群联就是我 就是在200块附近 你现在看到245块了 你的耐心在哪里 你的观念在哪里 很多东西就差那么一点点的观念 你就差那么一点点的观念 你就通了 郭董昨天把全台湾 未来股市的名牌 已经放大出来了 有没有听懂 郭董讲什么 物联网啊 他那么说十一网啊 对不对 十一平 又多了一个三个东西 有没有 好注意这三个东西 他代表一个 他有跟特斯拉合作做电动车 对 一台说要买五十万台票而已 五十万而已 那你自己想一下 这个东西不是便宜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充电站 这都没效 对不对 这个都没有用 可见未来这一个 这个非常的扩大 你就了解 可以了解 我最近跟你讲说 那个特斯拉 从一百七十七块 来到两百四十几块了 他变成美国股市的 自动化 郭董说的机械人自动化 他说穿戴式那个东西啊 可能还要漫好几年啊 他说这个机械人会领先上来 Google突然间就大涨了 有没有 你再找那个IRVT 在美国的机械人干液股 整个标上来了 所以上营一些机械人啊 还有这支没有 这支也是自动化的 基本面有够好的吗 请你想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要跟他注意一下 这个基本面啊 是营收都一直在写新高的喔 注意我跟大家讲的观念 我一向以来就是希望能够 很清楚的把我要跟你讲的东西讲清楚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 关键的转折日跟转折点 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地方 来慢慢跟大家提到 我每一次演讲都讲好久喔 都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 从最细微的结构分析 到什么股票是最有机会的 到你应该用什么观念 来迎接这个大多头的行情 环环都相扣 我每一次演讲会开场白讲 讲第一句啊 就会跟投资官讲说 你现在听我讲的 这第一个字开始 到我在最后结束那一个字 它整个都是连在一起的 即使我讲两个半小时 或讲三个小时 从我开场白的 我都会讲这句啊 你要注意听喔 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结束 它们整个都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演讲才有那个价值 你绝对不会白走这一趟的 我特别跟大家讲喔 礼拜六再去台中也行 很久没去台中啊 这一次我们在新竹的 然后我们看到竹北 竹北 礼拜天我们早上在中壢 下午在基隆 你一定要赶快预约报名 登记座位喔 好戏现在才要开始喔 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观念喔 像IC设计啊 像这 这个一定都是 那一天一定是错杀了 你想想看 这支是不是错杀 这基本面围最好的IC设计 营收都不断写历史新高 你看看 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边就这样 是长期整理的 那我什么时候跟你讲 IC设计 这一个点啊 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点就是 就是我跟你讲 那个 3176的基亚 474块 那个时候的点 所以我叫你做它 接下来它就 接下来它涨上来了 那基亚再创一次新高 要死不死 现在又拉了一档叫 4142的什么 国光升 你对升级股 稍微留意一下吧 没有时间到我们会场的投资朋友 你就来跟我们预约 下一档的标马股吧 请跟上来 谢谢大家 是好 我们的鼎泰哥 这个要办演讲会了 大家不要错过了喔 那么另外的鼎泰哥 还跟大家讲 这样的一个观念 悄悄板观念 看到了升级股 涨到了最后的国光升 接下来是不是 IC设计的时候了呢 大家记得要赶快报名 这是我们鼎泰哥 要办的演讲会喔 这是今天的台股新攻略 大家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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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